欢迎大家在每周四下午1点钟 收看世界越来越炉的现场直播 那事实上每周四下午1点钟 算是一个从电视时段 跟直播时段来讲 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时段 但只有这个时段我们有空 所以现在在网络上 当然也比较不受 这个频道的一些限制 而且呢我们在直播之后 它会一直留在这个网络上 所以其实跟时间也没什么关系了 你随时可以上来补课等等 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流量 也一直相当不错 在这里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最近有些网友反映说 可能就是因为流量好吧 所以很多节目被置入广告 置入得很厉害 会打扰一下观看的情绪 最近很多朋友教我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如果看到一半的广告跳出来 你觉得有点烦躁的话 其实旁边按个小叉叉跳出去 然后再跳进来 这个广告会消除 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 比较不打扰 那同时呢你跳出来跳进来 又会增加一次的流量 对我们来讲也不无小补 所以谢谢大家 也请大家在这个收看之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连结分享出去 特别是分享到 这个海外的华人朋友 好那今天呢我们三个题目 还是都跟这个俄乌大战有关 这场战争非常的特别 到现在为止进入了第三周 在我来看从媒体的角度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都有电脑 它是第一个可以说是临时差 直播在全世界面前的一场战争 像过去呢我们看到这个记者当中的 战地记者非常非常的英勇 是我们五美王当中的一颗宝石 那么这次呢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三位战地记者身亡了 但当然对他们呢 是在致以无上的这个崇敬了 但是另一头其实 就算是没有战地记者 大家现在从民众发布的视频 还有各个网站上 也可以看到很多现场 这个战争的一些实况 但是有个很困难的 就是里面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实实在太多了 所以这也大概是我 大概30年从事新闻工作以来 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个阶段 困难导不在于这个处理资讯 跟裁切资讯 包括分析资讯 比较大的困难在于辨别资讯的真假 有一些照片呢 这个时候今天大家都说 它是真的 两天之后突然说它是假的 但是五天之后呢 又说它其实是真的 所以这个过程造成 我们媒体工作者 一些很大的困扰 当然啦 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这个乌克兰距离 我们很远又很近 大家关心但是不介入 还是要从我们台湾的角度出发 来看一看乌克兰的教训 给了台湾什么样的启示 好 那今天第一题呢 我们先来谈一下 就是最新的一些谈判模式 我刚开播前 跟这个介老师聊了一下 怎么感觉上 我刚刚看了一些细节之后 发现恐怕是不是谈崩了 谈不下去了 好像没有双方讲的这么乐观呢 那我总结一下 我自己的感觉是 还是要从台湾的角度出发 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觉得乌克兰怨念好深啊 真的怨念非常非常的深啊 这个俄罗斯提出了一个方式 就是用瑞典或是奥地利的中立的一个模式 中立的概念 而且恐怕要写入宪法 那乌克兰在3月16号已经明确拒绝了 那这个拒绝这个提议呢 当然相对它提出它的一些主张 它希望呢相对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之外 能够由其他外国强大的势力给予保证 我觉得这个恐怕就崩了吧 因为俄罗斯的讲法就是说 你成为中立嘛 那未来你的安全由我来保证 这个很清楚就是把乌克兰呢 从过去清美的这个阵营拉出来 拉到了自己的阵营当中 那当然中间没有什么亦不亦怨的问题 你喜不喜欢要不要的问题 主要是军事决定谈判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处理方式嘛 但乌克兰拒绝之外 你看到这位乌克兰谈判代表之一的 这个米哈伊洛波多利亚 那他在乌克兰总统府发布的 这些协议当中 他就在我的感觉 你也觉得说他好可怜 就一直碎碎念 一直碎碎念 好像是一个人的独白那样 本来是希望俄罗斯提出的一个解方 希望按照瑞典或是奥地利班的 这个中立模式 那也就是说呢 他可以拥有陆军海军 但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军事化的一些国家 而且呢军队要接受一些限制等等 那据说从乌媒报导出来 还有什么十五点的和平草案 有一些妥协的方案等等 感觉上好像慢慢的 大家朝向共事去前进 但是你看了这个人讲的一些细节之后 你发现好像又很困难 因为中立国有很多很多种 还有战时中立国 有永久中立国 但是瑞士虽然是全球最古老的永久中立国 但这次战争当中 他也选择制裁俄罗斯 所以大家在议论说那他还是中立国吗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介老师你怎么看 就说在这位乌克兰谈判代表 他告诉大家 就说他说呢 没有什么瑞典模式 没有什么奥地利文模式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交战当中 所以现在只有一种叫做乌克兰模式 而且没有其他的型号 就是乌克兰模式 你怎么看 这就是谈判代表很强硬 尤其在中立这个部分 都谈不拢 其实本来就是 本来的俄罗斯出兵两个议 就是说去军事化 那么去军事化 基本上就有点像中立的意味 因为中立这是一个解释很宽广的 一种名词 那他内涵要有什么的话 通常都是要用条约来决定 那么像这个瑞士永久中立 就很多大国都签例 都同意 然后瑞士永久中立 那他这个永久中立 就是说在任何的战争中 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然后呢他可以这个 不让外国军队进驻 然后呢他也不在 没有这种 这个在战争时候 便利任何一方的行为 也不能提供一个通道 不能提供 让基研军需物资进入等等 都不可以 全部都没有 那瑞士为什么会有这个条件 我有这个人家会同意 因为他地理位置特别 你知道这个瑞士有几条通道 我去过 有一条通道 这个很有名的就是 拿破仑翻阅了阿尔卑斯山 去打这个意大利 那那个地方 拿破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有一个画像就是他骑着马 那个马跃起来的 对 那个画像就在那个山谷拍的 所以拿破仑过了个山谷下去 就打意大利 那么所以这个瑞士他就有这种 高居高临下打任何地方 都要通过他 然后他打的时候 他都占优势的这个地位 所以这个欧洲当时这是 因法德义这几个国家就想说 老世界瑞士这样子我们干脆 大家一起来同意说 都不要用瑞士这个地方 来做征伐彼此的一个战略要地 所以瑞士就成了 它有瑞士跟地理上的一个条件 有这个条件 那当然后来就二次大战有一些小国 他也发觉他在大国身边 他用中立的方式对他最有利 他也避开这个美苏当时的这种 冷战的这种对他不利的影响 那像瑞典奥地利就是 那他们就不要有很多 对自己的设限 那还有一个芬兰 芬兰化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绝对不加入这种反对俄罗斯的 这种军事集团 然后呢对俄罗斯采取 比较轻俄的政策 那他这个芬兰化事实上的话 也保障了芬兰几十年的安全 这个芬兰模式在台湾也常常被提及 当然这个中立化大部分是一些小国 为了这个自保 所采取的一些方式 不让自己卷入这个争端当中 所以你看到他这次 俄罗斯提出来的是瑞典 或是奥地利式的这个中立的一些模式 中立当然一般来讲中立不摄入 那像乌克兰这次真的是 就是说烽火连天 损失非常非常的惨重 所以中立目前看起来 不在他的思考当中吗 也就是说你从他的说法来讲 他觉得中立还不够给予他安全保证 他不认为中立是安全的 他说呢这个模式 没有什么瑞典模式 跟这个奥地利模式 只能是乌克兰模式 那乌克兰的中立模式会是什么 他说呢要涉及法律执行的安全保障 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些型号 他还告诉大家 这个保障他再三强调 要是一个绝对的保证 要是一个有效的保证 要是一个法律的保证 而不是所谓形式上的 什么布达佩斯備忘录那样的 他还强调一个细节 保证书上必须要有第三方的签署 他说那这个签署国呢 就不能够像今天这样 当乌克兰遭到攻击的时候 袖手旁观 他在讲谁啊 他说而在未来的冲突当中 只要你签署了 你就必须积极地站在我乌克兰这一方 而且要确保向我们提供必要数量的军备 他这番讲话 不知道我就觉得就很像怨妇 感觉像就是说 过去你跟我说你爱我嘛 对不对 就后来真的大难临头的时候 你根本不爱我 那现在呢我要去找另外一个爱人 这个人呢你就要给我白纸黑四 写下这个写下这个同意书 写下保证书对不对 要不然将来会有法律制裁 感觉像好像他前面被骗了一波 所以怨念好重啊 对就是因为他从历史上都被骗 骗的不是近代一直被骗 所以他这次本来提就是说 本来提的协议就是说 我可以不加入委约 可是我的安全要大国来保证 这些大国包括 当时我觉得我的印象没错 第一版的时候 还把中国大陆也拉进来 那后来第二版的时候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英法德 然后美国俄罗斯 你们一起来签一个合约 我可以不加入北约 可是你要保障我的安全 那这个东西是个原则 可是落实到细节 就非常非常的难 非常非常难 我想就是说 现在双方大概已经把 这个所谓的非北约化 或者是不加入北约 把它变成另一个概念 就是中立化 对 我说这个不加入北约 跟中立还是不太一样 这不太一样 我觉得是比不加入北约 更进一步的 那么更进一步的 有更多的细节 这个细节 俄罗斯的细节 就是说 把你乌克兰非军事化 可是乌克兰想要的细节 是说我不加入北约 可是我的安全 要得到大国的 共同的条约的 法律文字的保障 我们看到之前 俄罗斯提出来的那六项 就是说未来乌克兰的安全 由俄罗斯来负责来保障 也许就是这点看起来 显然是双方没有共事 现在我想乌克兰完全不能接受 他已经就说 我不加入北约 大概应该是一个定局了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以后的安全谁来保障 俄罗斯的意思是说 我来保障 对 因为在这次战争 达到现在为止 这个伤亡不少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 说实话人民心中的伤痛 还有仇恨值也是增高了 在这个伤痛跟仇恨值之下 你要我来加入你的阵营 你来保障我 这恐怕也确实是 有一点点强人所难 会不会 对 因为现在这种 这种俄罗斯的要求 其实是一种沉下之盟 沉下之盟就是说 我已经把你逼到三穷水尽了 你只能接受 你不接受的话 就进一步的这种打击 那现在乌克兰的状况 并没有到这个地步 你看乌克兰前天 还有捷克 波兰 这些总统还可以 坐火车进入他的首都 双方还可以 在很安稳的环境之下 坐下来交谈 那个电力都还很充足 都很充足 所以他没有到 三穷水尽那个地步 所以俄罗斯 我就觉得这个安排 事实上俄罗斯的要求 现在乌克兰大概 我想之间差距还蛮大 这只是一个去军事化的问题 还有一个领土的怎么安排 那更难了 对 更难了 对于乌克兰来讲 不管如何 他过去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且他向西方靠拢 当然在国内 有一定的民意支持之外 另外当然也成为 他政治上的一个很大的筹码 更何况泽伦斯基 他的这个民调 还有他现在全球英雄主义的 这个形象等等 也推升了 我觉得他强硬的一些底气 但是我们来看 就是说中立 有好多种中立 大家不要怎么去上一下 这个网站上查一下 就发现很多 其实最早说在1904年 大家记不记得日俄大战的时候 清朝 清朝也宣告中立 然后其实乌克兰的宪法 在1991年8月24号 他独立宣言 他在他的宪法里面 也曾写 就写着不结盟 另外他说未来中立的 基本原则 他在里面宣告 但是是未来中立 2016年有再确认 但他还是一个未来式 不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所以他不算是真正的 这个中立国 但是后来从他的 一连串行进 包括积极加入北约 他也确实不想 成为这个中立国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讯息 就是很混乱 一方面就是俄罗斯 觉得好像很乐观 乌克兰觉得很乐观 看到台湾媒体的标题 都是这样 但是你仔细看了细节之后 你就发现一点都不乐观 你不要讲这个领土主权问题 这个真的是 就是乌克兰的根本 基本问题 那包括你看到 像这位代表他还说 乌克兰不想再依赖 那些允许或是不允许 一些用非常粗糙的导弹 封锁天空的官僚程序 就是所谓的禁飞区 禁飞区他的要求都很严格 什么叫粗糙导弹封锁天空 他要求 你知道他就是这个东西 他对他来讲 他应该是吃过一个大亏 吃过一个闷亏 其实过去 在去年 我们看到在去年9月1号 其实当时 在这个 美国灰头土脸 撤出阿富汗的过程之后 其实泽伦斯基到白宫 去跟拜登见了一次面 那当时见面的时候 见面之前 其实泽伦斯基 就一直在逼问拜登 就是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 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那拜登左闪右闪 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说乌克兰最重要的 要先速摊 那白宫发言人就是说 你们必须军备装置 要现代化等等 都给了他个软钉子碰 当然啦 在官方要留有证据 留有白纸黑字 美国的讲法会非常的谨慎 但私下怎么样跟他讲 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从他怨念这么多的 这个第四轮谈判 讲了一大堆 还是在纠结那个禁航区 然后不断的告诉大家 就是透露一个很大的讯息 就是我乌克兰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是被骗了是不是 所以就是这怨念超深 那俄罗斯也提出一个讲法 就是说俄罗斯的副外长 安德烈鲁坚科说 未来的这个谈判 还要必须包括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所以我看到这边我就觉得 没戏唱了是吗 谈不下去了 对 现在我想 大家把底盘一掀出来的话 大概距离太远了 目前看起来距离太远了 所以这几天你就看 战场上打得越来越激烈了 俄罗斯的攻击力度都加强了 然后快速要把一些走道打通 然后把这个它现在是点嘛 连成线 线要它成面 我想俄罗斯大概就准备 用战场上的进展 来换取这个谈判桌上 泽伦斯基的妥协 不过刚刚讲到泽伦斯基 他为什么把北欧 把这个北约把它炒得那么高 在去年九月一直到 甚至到今年初的时候 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 更做出非常非常积极的要求 全面性的要求 其实我的观察 我觉得跟他的内政的状况 是有关的 因为泽伦斯基2019年上任以后 他第一个他自己本身 声望往下走 第二个呢 他国内情势没有好转 那在国内情势没有好转情况下 我看他的作为 基本上是走激烈路线 也就是他走更激烈 国内他把亚述营的这些 里面的要角 他都变成他的内政部长 那这些亚述营有一些作为 他是变成一种怎么样 没有公权力身份 可是在执行公权力的 一种报名式的统治 那因为他们在打击什么 贪腐 那贪腐问题 在泽伦斯基上任以后 不但没有减缓 而更加的恶化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看到自己政权 可能越来越怎么讲 越来越失控 那么老百姓对他这个政府 越来越不满的情况下 他就把注意力一直往外转 转到俄罗斯 转到北约 转到这些军事上的问题上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今天乌克兰这个情势 我们真正要去思考 真的跟乌克兰本身内政的 不断的这种恶化 然后他的政治人物 用民粹 用外部的压力 外部的冲突 来移转注意的过程中 那么走到了一个失控的地步 他完全没有考量到俄罗斯 不断的给予他的警告 不断的警告 在这个警告最严苛的时候 他居然还是继续 有这种用 可以说是一种挑衅的动作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得不回到 就是泽文斯基 大家都知道他是演员出身 那就说也许他在这个 国际政治的一些敏感度 情报的接收上等等 是不是有些落差 然后基本上在这个 美国那时候不断的警告说 可能俄罗斯会开打的过程当中 他还不相信 他还要求这个美国提供 他更进一步的证据 他要看证据 美国跟他讲 他公开呼吁美国 把证据拿给他看 所以感觉上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美国 跟他留一手 还是说呢 这个 美国已经跟他讲清楚 他听不懂 那包括禁航区的问题 我也不太懂 我觉得美国已经讲得太清楚了 美国大人讲了四遍五遍 都是成绩很高 连拜登都讲不可能不可能 各国都跟他讲不可能 但他到现在为止 他还在纠结这个禁航区 包括他的这个谈判代表 讲了几次 我今天跟我们的制作团队说 我们去帮他数一下 我们团队说数不出来 手指头脚指头拿起来都不够数 就说也很少看到一个政治人物 在谈判上感觉上 没有给自己任何的出口 只有目前看起来北约 好像是松口有望 但现在感觉上俄罗斯 又不只是北约要求他中立 那有个技术性的条件 像这个 让这个俄语的部分 进入成为第二官方语 取消所有俄语的限制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吧 这个他也没有回应 就是说这些具体的 俄罗斯的六条 俄罗斯条 那么他都没有具体回应 那么他纠结在这种 所谓的中立跟这个定义 跟他的实际的内容内涵里面 然后再放了很多对外外面的话 我觉得从真的从谈判角度 他就发觉他是 不是一个很怎么讲的 一个很诚恳的谈判者 那么就是说你很容易就会 感觉他是用谈判桌 来作为另外一个战场 然后呢实际上他在 但他还是基望于谈判桌 以外的解决方式 所以你就会 你如果今天坐在他对面 跟他的谈判代表他 你发觉就是说很难跟他有进度 很难跟他聚焦 然后过去看起来有突破的地方 那么好像又往回退 进退之间 你很难看到进展跟他的 这个时候你谈判的人 你会知道 他这个不是他的主要的 主要的占关切点 但谈越久俄罗斯条件越多 本来不是思想条件 先编六项 然后又加了一项 连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也要谈 我就再谈下去 俄罗斯条件可能会变九项 这个普丁很早就讲了 普丁是谈判高手 他就说你最好现在 就跟我坐下来谈 你如果现在不谈的话 那么好 下一次谈的话 我的条件会更加更多 所以事实上他言必性 这些在国际上 就是你言必性的话 你才有威则利 那如果说自己讲了 也不算话的话 那别人就不会感到压力 他现在就是照这个 照这个传统的教科书式方式 我讲了我就会去坐 那这个上面就是 他的可信度很强 相反的他现在碰到 泽伦斯基这个谈判对手 那真的是觉得他 到底是不是 有没有有意 在这个谈判桌上坐下来 那我看这个 我今天出来看一个场景 就是两边谈判人员对谈的时候 俄罗斯那边西装鼻挺 严正以待 乌克兰那个走进来 三个人 就是说一副便装打扮 然后连握手的时候 连对方都不愿意看 那这些人就我们来看 不是谈判的 不是专业的 因为谈判的人来讲 是不能带情感 没有情感的 你是就事论事 然后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达成任务 就跟我们在外交圈很有趣 我们这些外交圈的人 就非常大家就 不管你哪个国籍 大家都很谈得来 就是都是同行 那沟通的方式 还有自己的立场 大家都差不多 那时候我一看 那个谈判桌 我说俄罗斯这些 这种所谓的这种 传统的谈判官员坐在这边 碰到那三个非传统的 会觉得真的是 怎么讲呢 会觉得就会 可能回去就跟老板讲说 你们战场上 就多用点力吧 我们这边就是 拖时间而已 对 因为这个 外交谈判是 要有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专业素养 它有一些法律条文 国际一些 规范等等 但是我们看到 尤其是 但当然可以理解 因为乌克兰 现在是在一个 被入侵的状况当中 风火遍地 所以这些谈判人员 他心中如果还是抱着 对于过去的怨念 仇恨不满 然后把一些血泪的画面 全部放在自己脑中的话 他可能就会像我 刚刚念出的 这位谈判代表一样 我今天看到 他的整篇 他的一个人的个人独白 我就觉得天哪 他应该不太适合 当成一个谈判代表 怨念太重了 然后就是把过去的仇恨 还有这个全部把 跟现在的谈判的 正在进行式 全部扭在一起 所以导致 就觉得有点他不知所云 这个东西 再加上俄罗斯 不断地加条件 所以在台湾媒体相对报导 说谈判很乐观 什么什么 几号之前可以有结果 我看了这些报导之后 细节之后 我就觉得惨了 大概是谈不出来 但是我很乐观 不用怕 因为我们的网友 给我们满满的支持 谢谢Godfather 谢谢你 你好像每次都常来 我有看到你的名字 他说秀方姐 借老师 各位网友 诸位平安 借老师 有关您昨天上节目的发言 向您报告两点 第一点 到2021 12月为止 美元支付的比例 是40.51% 大陆是2.7% 这跟借老师给的数字 有点出入 他说第二个 修克疗法 Shark Therapy 是属于microeconomic 并不是一无是处 在智利 波利维亚波兰 等等皆颇有成效 那么在俄罗斯会失败呢 他说主要是因为 叶尔卿政府贪腐不堪 所以我还是只喜欢秀方姐姐 你跟这个借老师理性的论述 然后最后给了我一个感性的结尾 非常喜欢你感性的结尾 好 那我也转述一下 你的这个论述给季大使 非常谢谢 我就很喜欢这个 跟网友之间 看我们的网友 臥虎藏龙 对 都很高手如云 对 高手如云 很多神人跟能人 谢谢大家 来 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题 也欢迎大家继续用 抖内的方式 给我们很多正能量 感谢 我们现在流量突破了2000 好 今天第二题 我们就谈一下 泽伦斯基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喜剧演员 其实说实话 将喜剧演员 现在很多人谈到 有点贬义 但我心中是敬意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曾经很短暂时间 参加过戏剧社 我知道喜剧是最难的 在所有的剧种程中 因为喜剧呢 你要能够精准的让大家笑 那是一个很精准的过程 你的肢体语言 你的表述方式 甚至你的讲的话 不能有罪字 他要在很精准的时候 把它丢出 包括你的一个眼神 一个举动 都要很到位 所以我觉得当喜剧演员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 最近很多群组都在传 这个泽文斯基过去的作品 我都还蛮有兴趣的 仔细看了一下 我真的觉得 他的表演很不错 算是段数蛮高的喜剧演员 各项都很到位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搜一下 但当然了 他在喜剧上的一些卓越表现 并不能够保证 他在政治上是成功的 所以最近一刚开始 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网友 都在讲说 泽文斯基怎么搞得不务正业 这个国内生灵涂炭 他全球到处在巡演 我就讲巡演也是没错了 真的是全球巡演ING 但这个也不是唱歌跳舞 是演说 全球巡演ING 然后感觉上 他还有个经纪人 到处帮他打电话 问问以色列 以色列要不要 国会也来一场视讯 然后就问问日本 日本要不要 日本都还没有回答他 但是他的巡演 第一场在欧洲议会 那场真的是还蛮感人的 就是很多情绪性的煽动 加上他的肢体语言 他的表情 再加上乌克兰的真实遭遇 我觉得我有被感动到 那一场第一场 但是同样的剧本 在第二场第三场 第四场 就是慢慢地递解 同样的 你也知道 喜剧看一场 觉得很好看 同样的剧 你都已经知道他的台词 第二场就笑不出来 那我们来谈一谈最新的 在美国国会 发表的这场演说 当然还是很给他面子 国会议员给他一分钟 满满的掌声没有停歇 那他在美国国会就讲到 珍珠港事变 讲到911 讲到 马金路德金恩博士 等等 这个功课也做得十足 强调处境相同 这是一个先拉近同理心 在英国他就引用了 丘吉尔的名句 然后你看到他的台词一模一样 在加拿大也是这样讲 在英国也是这样讲 在美国也是这样讲 他说什么 我希望美国能够做得更多 到加拿大 我希望加拿大能够做得更多 我希望北约能够做得更多 我希望Johnson 能够做得更多 然后他有些独白的 我觉得 这个真的还蛮喜剧演员的部分 独白的他说进航区 还是要进航区 然后还是murmur 我这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 好 问一下自己 问一下大家 然后马丁路德的金句 I have a dream 他说 I need 这是我的需求 我需要一个这个 然后他也点名拜登 这个部分呢 介大使因为是外交专家 在之前节目中 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禁忌 但他显然不这样认为 所以他还是到处去点名 直接点名人家的领袖 那这次对于他在美国国会当中 直接点名拜登 你觉得如何 会有后措力吗 我觉得他会慢慢累积他的后措力 因为他现在是 尤其美国 我觉得非常需要他 美国可能现在就是很怕他 不坚持把这场战争 那么战斗到底 他非常我想非常需要他 目前这种战斗一致 所以其他的事情就是说 不是重点 对所以先尽量给他掌声跟眼泪 让他自我感觉满满的良好 对不对 他现在事实上 你也可以说 他现在的感觉 就是说我在泽伦斯里感觉 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场 第一个资源越来越多 对这个军援 晶圆圆圆圆圆不断 数字越来越大 第二个道德上的支持 西方的整个的动员 给乌克兰政府 跟乌克兰人民的这种 精神上的支持 媒体啊 对不对 所有西方媒体力挺 都挺 第三个 就是说对于俄罗斯的 这个真恶 跟对俄罗斯的各种的制裁 越来越强 所以他很容易他就说 你看这都是因为我 这么多场直接诉诸 各国的这些国会也好 人民也好 我得到的成绩 所以这鼓励了他 让他觉得这样做是有效的 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积极 对不对 以前是人家邀他 他演说 现在是他主动 他的团队主动 像经纪人一样 去帮他去询问 对 连日本都被问到 但是他点名拜登 我觉得有一点 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 就会觉得说 这样好吗 他点名拜登 然后就搬出了 美国的荣耀跟伟大 我觉得是有点施压的意味 他跟拜登讲 你是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 那言下之意怎么样 你配吗 你有资格吗 是不是 那他说什么呢 他说拜登 我希望你成为世界领导者 言下之意你现在不是 对 他讲的是蛮重 很重 很重 可是 第一个他可能有一点低估 美国这些国会议员的 这种老谋深算 在野党可能听得很高兴 对 在野党听得很高兴 可是美国人 基本上这个国家 他的爱国主义的这种 他的那种程度 我的观察是全世界第一的 你知道你在别的国家 他很少看到在家里生国旗 美国人常常喜欢在家里生国旗 常常你到那个荒郊野外 他就是一个几个这些农庄 他就生一个国旗 你望中西部 美国这个国家 爱国主义非常强烈 然后年轻 然后打过几次仗 在这场仗里面 他们获得极大的这种利益 然后他不断在战争中 爱国主义非常强 所以任何人想要去分化美国 非常难 只有一个奈台亚胡 奈台亚胡他用 他当时因为对这个奥巴马 曾经运用美国内部的矛盾 他在当时跑到美国国会 几乎架空了美国当时的政府 那是犹太人对美国的这种 极深的影响力造成的 那以今天这个 今天哲伦斯基 他没有这个能耐 可是美国人现在是举国欢迎他 举国支持他 因为美国人都很清楚 他们现在主要有两个敌人 一个是大陆 一个就是俄罗斯 你今天有人出来去挑战 去跟那只熊来搏斗的话 你就是我的宠儿 所以他已经先天上好 可是他如果要在国会去 再进一步伤到拜登 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小的 那倒是就是说 这种伤美国拜登的 是在国际 美国的国际生亡上会伤到 对 所以这一点我想 我想拜登 他现在也等于说 两拳之下取其重 也就是说 你现在对我的利用价值太高了 所以就让他继续这样去演 得演一下 得让他去演 而且我是觉得他会 你像美国最近一笔是四亿美金 相当大 他这一场在美国国会 他也有一个设计 他要的东西他讲的蛮明确的 第一个就是禁飞区 第二个他要战斗机 第三个他要防空飞弹 他这三个都要 我是觉得战斗机比较难 可是我觉得防空飞弹 这一点他可能会得到 也就是说 在继续这个战争 往后面打的时候 我想北约 美国透过北约 向乌克兰输送的武器 会更提高他的战力 有美国其实已经立刻 增加了对他的军援 金额都有 然后虽然没有战斗机 虽然没有禁航区 但是美国特别讲 他说这个新一轮的军援 就可以弥补没有禁航区 跟战机的一些缺点 也就是说 泽伦斯基他的诉求 还是达到了部分 绝对是达到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军援 会又快量又大 因为现在未来的一两周 可能就是一个决战的关头 那么如果没有大量的军援 让这些进入到 这个乌克兰的乌军的手里的话 那如果说战事急转直下的话 那可能 泽伦斯基态度就会变了 那不过其实 最近我听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 其实在情报的 这些资源上 北约已经给乌军 非常大的情报资源 也就是说你战场上 你俄军的动态 那么美国跟北约的整个的 情侦收体系 全部都把这个所得 大概都交给乌军了 所以也造成俄罗斯 在军事上很大的障碍 那除了这些部分的话 我想很多这种地对空的 这种比较不是那么 比较机动性的地对空的武器 还有就是攻击这些 反战车的这种装备 我想会大量的进入到乌克兰 那么让这场战争 变成一个旷日持久 那么俄军很难取得 绝对性优势的一场战争 那我想这些都已经在进行中了 所以 对 美国以他阿富汗的 惨痛教训 他当然希望像这个 阿富汗拖住美国一样 最好是俄罗斯拖在 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 那当然 时间是越久越好 那目前看起来 因为这个谈判的进展不顺 所以接下来 显然的 这个普丁应该会 加强打击的力道 所以这两天 在新闻中 大家也看到 各个城市确实是很惨 那双方讲的 常常是 内容是相左的 比方同一个城市 吴军的宣传 跟俄罗斯的宣传 内容是完全不一样 我先感谢下 几位朋友的抖内 何秋何秋 谢谢啊 消防主播介老师加油 每一次我们节目 我都看到你 超开心 还有真善美也是一样 真善美说 支持这个节目加油 谢谢啊 还有你看 我看到大家抖内 我一定要把它截图下来 每一笔 我都很重视 SA1394 这是给我一个很可爱的贴图 抖内 我们美金 你在美国吗 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时段关系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还有些海外的华人 也告诉我你在哪里 好不好 让我知道一下我们节目的面向 到底有多广 谢谢大家 好我们继续讨论 当然CN最近做了一个民调 在俄乌的处理方式政策的部分 大概只有42%看好拜登的决策 也就是说没有过半 那58%美国人是反对美国军事介入的 另外从乌克兰的代表碎碎念等等 泽伦斯基也醒过来了 最近加入北约的部分 他应该是要退让 但是他显然把这个球 去推给了西方国家 也就是说 他不断告诉大家 当初你们如何欢迎我们 如何欢迎我们 真的的时候你们全部都缩手 所以这个东西对泽伦斯基来讲 他也不亏 因为不是我的责任 是你们骗了我们整个乌克兰 所以这个坚弱磐石 这几个字 我们台湾也常常听到 美国对我们总是坚弱磐石 那之前他在美国国会演说之前 他就跟拜登通了49分钟的电话 49分钟电话 后来公布有一些细节 就是泽伦斯基对于一些制裁的部分 他提出很多很多很细的部分 这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最近乌克兰也点名 我们台湾的华硕 然后在他跟拜登通话的时候 也说不只是俄罗斯的高层官员 地方政府官员 你也要制裁一下 这个你要制裁 那个要制裁 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 就是说 乌克兰真的相信制裁是可以止战 我们一直觉得制裁 确实可以有效打击俄罗斯 但是对于止战来讲 它的效果看起来是相当有限 之前之前泽伦也讲到 他说制裁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停止战争 但是显然在泽伦的思考当中 或者是说美国告诉他的任务 就是怎么讲你拖得越久 制裁的力道我会帮你加强 所以呢 泽伦他现在的思考也是跟美国一致的 我的第一任务不是要求停战了 就是怎么样完死俄罗斯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吗 有有有 他现在我觉得他应该是 这个感觉到有求必应 就是说虽然你今天的禁航军没有给我 可是很多事情 我跟你西方已经并肩作战 你给我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 那我想今天就是说 从美国跟这个北约 不是完全的北约 因为北约里面有些国家 希望是停下来不要再打了 那不过就泽伦斯基就 基本上我觉得他得到 他应该有的鼓舞了 不管是精神上 我觉得不是完整的物质上 我想大部分的物质上 我觉得他得到了很多鼓舞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他战场上 得到的一个讯息 也就是俄军事实上 攻势没有他想的灵力 那这个我很多人在分析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战场上 你本来就不是想用歼灭 你也作为战场唯一的目的 你是想要谈判 作为一个目的的话 那你是以减少伤亡 尤其减少人民伤亡 甚至减少军事人员的伤亡 情况之下 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来打仗 那你可能你泽伦斯基 所以你想象到的就是说 这个其实战场上 我们的战力还不错的 我们可以挡得住的 那也没有听说 他今天他承认的这个 乌军的伤亡是一千六百人 他前一整天 实际上不晓得多少 可是这个数字的话 你打了二十几天 那么现代化战争 其实不算很高 不算很高 所以这些讯息给他 就是说可能在泽伦斯基 得到的是比较乐观的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现在他已经跑出去 三百多万难民了 这个是不是俄罗斯 在军事行动上 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三百多万难民 基本上对于他这个周边国家 对于整个欧洲来讲 造成的这个 这一些怎么讲呢 造成的这些沉重的压力 这些会影响他未来 这个怎么样跟俄罗斯 继续长期对抗上的一个 他的所有的有生战力的一部分 会被减损掉的 所以其实看起来表现他 感觉上泽伦斯基好像 从软往硬走 那么看上他好像他是 可是事实上这种继续的发展 俄罗斯从点到线到面的这种 这种攻占的话 那么也会让他面临到 事实上他不会像他想象的那么好 那么这个情势一片大好 会让他慢慢的受到更大的压力 对 这老实讲的没错 因为泽伦斯基在加拿大的内场 大概就讲出来嘛 他说西方要我们撑久一点 这泽伦斯基自己讲的 西方希望他撑久一点 然后呢在哪里 他还是都会念这个禁航区 我刚问大家说你在哪里 哇 大家的回应好热烈 我有看到来自摩都的上海的 北京 深圳 日本 美西 还有美国丹佛 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朋友 谢谢 好开心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 面向全世界 那大家有最新的消息 也欢迎提供给我 那大家对于这题的热烈讨论 到时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想谈一下日本 泽伦斯基也主动跟日本接洽 日本媒体自己放话说 泽伦斯基想来 我们的国会视讯演说 也就是说泽伦斯基是主动 日本是被动 那泽伦斯基的团队确实是真的是 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 就是经济伙伴 帮他这个接洽全球各地 那日本据说朝野讨论之后 都觉得应该要欢迎他 也有共识 希望他真的能够发表演说 但是日本国会说 我们没有播放设备 所以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 这个在网络上你知道超火达 都在讨论说天哪 原来日本是落后国家 比如说你这么挺泽伦斯基 他不值得你去买一套新设备吗 还有日本 日本日本这种东西很发达 以前Sony什么 虽然现在已经没落了 但是这种东西 其实是很廉价的 第一个不是太贵 第二个你不要讲什么 你到大卖场都买得到 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 要你买一套卫星啊 需要什么 不是 其实你就到旁边的这个 卖场里面 就买的一套设备很简单 那日本竟然把这个东西 拿提出来讲 放在新闻稿里面告诉大家 我们还要再讨论看一下设备问题 杰老师你怎么看 这就是一个很烂的借口 我看了我真是笑死了 对日本人就是 日本人是 他们当然文化跟中国人比较像 就是说不说不 所以他找个理由 其实就是说不 要不要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就是蛮烂的 蛮烂的一个烂理由 可是你知道其实 日本也是俄罗斯的邻邦 他虽然在俄罗斯国土这么长 不是只有欧洲有问题 在亚洲 亚洲这里面跟这个 俄罗斯搞不好就是日本 最不好就是日本 那事实上俄罗斯 已经有很多动作了 在警告日本了 那么今天我上网还听说 他们就说 又有一个舰队走 北海道跟库越岛之间的海峡 又往北太平洋开过去 那么前一阵子我听到的 看到的讯息就是 十艘俄罗斯军舰 又走津津海峡 就是本周跟北海道之间的 那个非常下海的海峡 因为它是国际公海 所以又穿过去了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俄罗斯 一直在警告日本 因为俄罗斯的传统的军事安全 就是不能东西两面同时作战 所以他现在这个西线在作战 东西他不是用怀柔的方式 他是用警告的方式 那当然俄罗斯 他也应该可以了解 就是说美国发动的西方 一起对俄罗斯在 日本人不可能不加入 可是他很怕日本 有更进一步的作为 他已经在警告日本 那我觉得日本是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国家 它的外交也是极为现实的 他一定考量说 这样做对他有的好处什么 坏处是什么 那今天泽伦斯基的话 基本上是俄罗斯 现在的头号敌人 那我今天把泽伦斯基 搞到了国会来 那就是进一步再刺激 在俄罗斯这个北极熊里面 直接再用两个眼睛 再刺他的眼睛 两个手指刺他的眼睛 那可能日本人想说 没这个必要划不来 对我才不跟你一起在那边 他们网友都说嘛 日本对泽伦斯基的支持 还值不了一套视讯设备 当然是不是 很有意思 今天第二题我们探讨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看到好多网友 大家的讨论也非常的热烈 然后呢 我要特别谢谢周炳和 谢谢炳和同学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正在充会员数 也拜托大家 好我们紧接着要进入 今天的第三题了 欢迎大家收看每周四下午 1点钟直播的世界越来越炉 今天的另外一个题目 我们要探讨一下 最近所谓的俄罗斯的密件流出 不是吃的密件 机密的一个文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密件怎么说 这是一个自称俄罗斯的吹哨者 这个奥赛奇经 那这个过程很曲曲折折 你知道我们从事新闻工作者 都有一个纠结 就是说我一定要看 看他原文的处处是哪里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 这个新闻训练 但是你去找他各个这个 这个连结啊 还有这个新闻的报道 我觉得其实都蛮隐晦的 都蛮隐晦的 没名没姓 有个模模糊糊的单位 然后有一些这个 很奇怪的一些旁证 比方说这个 这个机密文件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然后就拿给这个 什么卸任的跟卸任的 两个看两个都说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说真的啦 我觉得写故事还蛮好的 但是我们新闻工作者 大概很难很难接受 像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 我们在过去当这个菜鸟 当新鲜人的时候 你要是写出这样的一篇新闻稿 恐怕你的长官就把它揉揉 丢到垃圾桶里面 但是没有办法 在这个战争期间 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吸睛 在台湾引起很大幅度的报道 包括在我们台湾的立法部门里面 都拿出来质询 内容是什么呢 应该这样讲 是普丁救了台湾 还是泽伦斯基救了台湾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本来想要在二十大之前 就是秋天就收复台湾 拿下台湾 作为稳固地位的筹码等等 但是因为发生了这场战争之后 他的想法就有所转变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谢谢泽伦斯基 还是要谢谢普丁 那这份密件 当然我刚刚讲过 这个密件的来源 看起来就是鬼里鬼怪 那也有很多网友 其实一下子就抓住重点 我们台湾的网友 讨论这篇文章 在台湾大概是在 3月15号 16号左右 开始媒体报道 但事实上 在台湾的网络上 大概3月10号 8号左右 就有相关的报道出来 网友的讯息 比一般的媒体还要来得早 那当时大家的讨论 就说天哪 这是哪门子的机密文件 这机密文件 可以留到全世界啊 那像普丁应该可以去撞墙了 你现在战争期间 他的机密文件 可以将到处全世界流 所以我先问一下 这个介老师 你怎么看待 我想在这个外交上的 机密文件也很多 你怎么看待这份 所谓的机密文件 我认为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我认为就是凭空捏造出来 而且说实话 这个又不是大陆 流出来的机密文件 对不对 如果说你在大陆 有机密文件流出来 那还比较 比较 我会比较注意一点 你说俄罗斯 流出来机密文件 说大陆有什么作为 我觉得这已经是二手 三手的这种传播了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是一个 怎么讲呢 我觉得背后有一个造谣中心 你知道情报单位 他们也有本职学能 他们要学很多东西 比如说暗杀 暗杀 颠覆 中间还有一个造谣 造谣也是这些情报单位 的本职学能之一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造谣事件 而且他知道会有市场 这个市场 不过我是觉得蛮离谱的 因为这里面还有什么 习近平的政敌什么 这个简直像 他里面还有一段 就会觉得很离谱 但他是在后面 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讲 而且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 他说习近平本来想要 秋天收复台湾 但是美国跟习近平的政敌 谈判 谈判之后习近平就打消了念头 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 政敌会去跟美国谈判 然后习近平会因为 制场谈判打消了 收复台湾的念头 所以这个政 所以我就觉得很离谱 离谱好像在写小说一样 但它里面就是有很多 关键字会吸引人 好像政敌 习近平 美国 谈判收复台湾 这些都是热搜的关键字 他把它组合起来 就没头没脑的放在一起 然后就是很慢 所以你看到点阅率也好 大家讨论度也好 非常高 非常高 不过这个时候我是觉得 其实有一个效果 其实我也觉得不是坏 就是说 会提醒台湾的这个社会大众 大家关注一下 就是说两岸关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觉得 而且尤其在乌克兰 发生这么样悲剧 这么大的一个悲剧 我是说人道的大悲剧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社会 这也应该很怎么讲 觉得这不是跟我完全无关的 我看台湾社会 其实反应蛮强烈的 就是说 第一个 哇原来美国就是这样子 是动口的 就是动嘴的 那另外一方面说 哇真正战争是这么残酷啊 我们是不是还要 讲战争的时候 好像有人说 好像在打电动玩具 还那么幼稚吗 是不是还要那么幼稚 来看这种严肃的事情 而且乌克兰以前也认为 不会打 你不要讲什么 连我们台湾所有专家 都说不会打 国际专家都说不会打 结果世界上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机密文件 在台湾引发了 极大的一些讨论 那当天我在跟我的同事 在关注说 大陆国台办 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特别是我们这位记者 对于大陆很了解 在驻大陆 也住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两个盯着 已经在看 结果看到 大陆国台办的回应之后 我们两个同时笑起来 我觉得大陆国台办 也很厉害 打折随棍上 就直接警告台独 对不对 直接警告台独 说什么呢 如果台独挑衅逼迫的话 一定会采取断然措施 没错 不跟你去纠结 这个新闻到底是真是假 直接去警告台独 然后呢 但是在他的警告当中 他又把民进党切开来 不是台湾人都在台独 而是民进党 在勾连外部的势力 谋独挑衅 最后呢 也不忘跟台湾的同胞讲说 会有耐心争取 和平统一的前景 也就是说呢 他这番讲法 当然符合一贯的主轴 就是切割民进党 民进党才是 在怂恿台独 在挑衅的人 另外呢 和平统一的愿景 还是不放弃的 那当然在台湾内部呢 吴钊燮就是台湾 外事部门的负责人 吴钊燮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有讲了 不确定这个文件 是否属实了 然后说我们台湾 必须要随时做好自我防卫了 然后又说呢 被俄罗斯列为不友善的国家 我们的外事部门的负责人 吴钊燮说他深感荣幸 您也是外交系统出来的 他事实上就是完全已经 他的言行 跟他的身份 已经完全脱节了 他应该人是应该这样 不管怎么样 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就要办好这个位置 应该有个角色 他现在已经角色已经完全混淆了 他是在做外交部长的时候 可是他在扮演一个极端台独的 一个倡导者的一个角色 他像是一个防卫部门的领导者 也像是一个求战者 那防卫部门其实像这个邱国正 都比他保守很多 邱国正说希望不要打战争 战争是双方的 双方就是都是一个悲剧 而且吴钊燮讲着讲着 他还公布了说美国最近对台湾 会有另外一波的军售 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宣布军售 对这个很不适合 第一个 是不是应该是美国宣布 要不然就是防护部门宣布 要不然由这个 我们政府的最高层来宣布 因为这个防护是 蔡英文的管辖范围 无论如何这个手指头排下来 轮不到外事部门来宣布 所以他就是踩到别人的线 这个其实在政府部门 不是你管的事情 就最好不要去管 今天台湾这个防务部门 副部长还出来帮他 帮他缓夹一下 就说没有啦 没有泄密啦等等 就是人家给他 满给他面子 没办法 因为他在蔡英文面前很红 对啊 不过我是觉得大陆前一阵子 把他列为顽固台独分子 可能对他刺激太深了 现在他这个 又已经把这些 用他角色来怎么讲呢 来做他个人的一种表白了 就是说你这个角色 是一个公务的角色 不要跟你个人的这种 这种情绪啊 个人你的政治认知啊 都搅在一块 所以我会觉得他还刚开始 会更荒腔走板 更荒腔走板 现在已经很多媒体 都已经讲说 这个部长完全不称职啊 他已经有点神经错乱了 对不对 他角色混淆了 其实我认为他才刚开始 他对于该管的一些细节 他也搞不清楚啊 对不对 在立法院被问到 乌克兰这个战争 这个归哪个司管 他搞不清楚 他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搞不清楚 已经打那么多天了 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 我跟你讲 我在外交部这么多年 哪一个单位有什么科 我们清清楚楚的 这怎么可能搞不可能 而且他每天要看这些的公文 他每天外公文都是哪一个司 哪一个科 谁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以前那些老的长官 陈曼仁都是谁都清清楚楚 都非常清楚啊 有时候以前的那个老派的长官 有时候会直接打电话问陈曼仁 部长哇真的都是可见多认真啊 你是一个机关的领导啊 你所有的事情都要撩如指掌 哪有他这样子做 可见他心不在此 也不是说刚开打 那就是开打好多天 这个新闻这么大 而且他也这么的关注 这么的积极表态 但是对于是哪个部门 哪个司处理 他竟然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不要讲什么 我们中间比方说 哪一支影片有问题 但是画面有问题呢 就关于摄影部门 字幕有问题呢 还是图卡有问题呢 还是主播的表述 不同的部门清清楚楚嘛 清清楚楚 所以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那天看到那个质询 真的是有点吓一跳 他就不用心嘛 完全不用心啊 他想的是另外一方面 想的是他的台独建国 还有荣幸感啊 这荣幸感 他当这个外事部门 给台湾创造了很多 他觉得很荣幸的部分 那当然啦 很多学者各自表述 觉得乌克兰战争 让台湾更安全 还是更不安全呢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既视感很强烈嘛 台湾的危机感 确实是爆棚 而季老师刚刚讲了 一个真心话 在所有台湾的人民 我觉得现在真的 都有点被打醒的感觉 对 这样不是绝对不会打 它有可能会发生啊 坚弱磐石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 那么坚固啊 随时还是会变心啊 对不对啊 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现在台湾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说呢第一个 后备军人的叫招延长 而且变得很硬啊 十四天 第二个呢 台湾的这个服役 本来是四个月 现在要延长到十个月 或者是一年 那么虽然呢 这个蔡英文的方面 已经说 本来说是蔡英文 下达指令要求 但蔡英文的办公室 已经说不是 这个新闻没有跟蔡英文 查证啊 没有这样子 但导致防务部门啊 邱国正出来讲话 她说确实在商议期中 商议期 而且呢 研议把它拉长时间 是乐观启程的 还有细节 只要一确定 公布之后的一年后 会实施 那辅方说呢 这个蔡英文部门说 藏背一体 才是当务之急 那邱国正说 研议对于保家卫国 是有帮助的 台湾的现役军人 大概是18万 那后备编列28万 整个宽松的孤立 就是所有的编列的 可以可用的人力 大概是223万 那把它延长 到底有没有必要 我看了一下网友的意见 很多网友说 赞成赞成赞成 因为反正我当过了 不要轮到我就好 还有人说 你延长那么多时间 如果都在扫地割草 也没什么用 那还有网友 Q那些绿营的1450 绝亲们 你们要记得 身先士卒 要先去当兵 那乌克兰的启示 还是告诉我们 你兵源再多 武器再强 恐怕还是没用了 那B战确实是 比备战要来的重要很多 我想最后 我们剩下不多的时间 我要先谢谢这位Elly 超级感谢 她抖内我们好高的金额 然后她赞美我们的节目 是真知灼见的好节目 看了好开心好开心 我跟街大使共同谢谢你 对于这个研议 街老师你怎么看 因为我很多很多朋友 孩子刚好都在这个尴尬时期 你知道大家最近赶快去排队 想赶快去把这个兵当掉 免得到时候 从四个月也差为一年 大家都觉得亏大了 对 不过我觉得民进党 会不会真正实现 我觉得还是一个问号 因为他考量就是说 对他选票有没有帮助 你这样的话 对选票是没有帮助的 而且这个议案我的了解 其实美国政府很早就在 对我们施压 施压 就是说你这个后备体系太差了 他希望你开战的时候 不要打一两天 因为美国以前说 你起码要有七天 我要七天才能来 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他也不希望你七天还没打 你这边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美国一直就是说 你现在的这个后备体系不行 动力人体系不行 其实说实话 过去十年二十年 这些体系老早就废尺了 对 那你现在突然要 这么多人去当兵 我跟你讲 我以前当兵有时候 在高雄卫武营 那是整个营区 每一个仓库 都里面睡一连人 两百多人 现在那些仓库 现在都没有了 你现在突然要 这么多男孩子去当兵 你兵营都不晓得够不够 所以我是觉得 民进党反正就是 衣食热一热 然后呢 现在这个乌克兰打仗打热 他就拿这个讨论 因为社会在讨论 可是我觉得 他最后考量是他的选票 他才不在乎 台湾的安危 台湾的安也好 我也好 只要他能够当政好 能够捞到钱就好 所以这样子一个政权 我觉得他没有这种 没有真正 然后你说 我们讲说 避战比备战重要的多 对 可是呢 对民进党政府来讲 你不备战 你不花大笔钱去买军火 他们用什么 用什么机会赚钱 用什么机会 养他们的装脚 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大黑洞 随便一个军费上去 都是三四千亿 所以他们会不备战 他不是为了打战而备战 为了充实自己的口袋而备战 所以这个就是民主政府 我刚刚提到像泽伦斯基 挽救他自己沉沦的民调 最后不断的扩带外部的矛盾 这个国跟俄罗斯基的矛盾 最后变成这样 可是呢 搞了半天西方国家 打折水棍上 还把他搞成一个英雄 所以你说这种 这种国际政治上 你如果说 不把这些自私的政客 然后所谓民主政治这种 体制的这种先天下差异 把他认清楚的话 这种悲剧乌克兰发生 你说台湾会不会发生 我们也真的很难 很难在这边保证说 像乌克兰那种情况 自己内部矛盾扩大到最后 把一个引起一场战争 到时候让人民用生命财产 来付出惨痛代价 会不会发生 我看照民进党 目前这一群人的搞法 真的是很难不悲观 好 今天谢谢所有网友的支持 也请大家记得 就是下周四的下午一点钟 同样要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全球的华人们 准时上线 最后我要先播出一段影片 我们中天新闻 当然路要走得长长久久 监督的力量不能少 所以这个很重要 快点购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上网去选购 我们先来看影片 要把自己保护好 出门的时候有没有 像我们的这个水神真的很好用 我喜欢用它是因为 它不像酒精有个刺激的味道 这个酒精你一喷 有时候喷久了 这个手会干 水神的话因为它无色无味 所以像这样有没有 全身从头喷到脚 其实都很好用 但问题是现在有的时候 疫情真的是需要量蛮大的 你每次去买 第一个也不划算 第二个常常买也很麻烦 所以现在呢我们推出了这个 它是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有没有 整个机器 其实我觉得买机器是一劳永逸 因为看起来 这个疫情又不止COVID-19 还有感冒流感等等 那这一组呢 大家扫这个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经开始上架了 其实操作方式非常简单 你买了之后呢 它里面都会有这个简单的说明书 对照图来讲呢 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尤其是我们看到很简单 它只要把这个倒进去三分钟 三分钟 就会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四公升很够用了啦 真的 其实这个家庭人多 小家庭我觉得都很好用 那另外呢也就是说 比方说有些需求量比较大的 宗教场所啦 幼儿园啦 补习班啦等等 很好用 那你买这个机器之外 我们送很多东西给你 像这个物化器 免费的送给大家 还有像这个 这个要干嘛呢 就是你生成之后装在哪里 桶子都帮你想好了 有没有 就直接放在这边 桶子接很方便 然后还有这个 在家里面随手喷 沙发窗帘 尤其是这个布的窗帘 非常容易沾染病毒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它也免费送给你 这个是我们的电解液 电解液 总共送四品 全部都是免费的送给大家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组合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 今天是没有时间啦 我们的导播说 这个做起来很容易 而且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因为大家会在想嘛 水神有的时候放久了 好像你就不知道 哎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 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呢 就不用担心 因为机器买了之后 你就可以无限制的一直做 而且呢 它做的这个容量很大 比方说我们看到什么理发厅啊 有没有教堂啊百货商场啊 有这台机器真的安了 就够用了 居家防疫超级好帮手 快上网搜寻快点购 订购旺旺水神生成机 或拨打客服电话 零八零零六六零六零六零八 中天观众独家享有好康优惠哦 输入如秀芳推荐代码 CTI188 还另外享有折价优惠哦 好谢谢大家把这个影片看完啊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上快点购的这个网站去选购 我记得输入我们蜡晚报团队的折扣码 CTI285 我最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告 我们的这个蜡晚报团队的战斗力第一名 全公司第一名 谁第二名竟然是我个人 我个人也有个推荐码 我都记不太起来 好像是CTI188对不对 那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这个团队 我比较想推团队 所以我一直没有推我个人的这个推荐码 我都推这个团队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团队第一名 我竟然第二名 我自己都记不起来 所以谢谢大家捧场 捧场我 那我如果拿到奖金的话 我也会捐给我们的团队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请我们蜡晚报喝咖啡 你也可以借由这个折扣码 获得一点折扣 互利互惠哦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介大使 那今天晚上呢 6点到8点钟 介大使也会在我们的这个蜡晚报 节目当中 给大家就这个俄乌情势呢 有更多的这个解析跟上课 欢迎大家 晚上准时来报道 还有别忘了 下周四的下午1点钟 继续收看 时间越来越路